這個社會對媽媽的期望非常非常的高 難道對爸爸的期望就不高嗎? 當我們每天在高呼 性別騙人的口號的時候呢 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 價值觀還有生活形態 都還來不及改變啊 所以媽媽就會覺得很錯亂 我跟你結婚 到底是為了要幫你生小孩 帶小孩 還是要來幫你分房貸 那爸爸也會覺得很錯亂啊 明明就是雙新家庭 但是爸爸卻扛了最大的經濟重擔 然後呢 我們女人難道會不知道 我們大家每天在討論是誰家的老公玩洗的比較好 誰家老公尿破壞的比較多 誰家老公都是幫小孩洗澡的人 老公對於這些期望跟期待 到底有什麼樣的想法 他們心甘情願嗎? 我不是說我不想陪伴你們 我也超想陪伴你們 但是真的是因為 在一個這個樣的環境下 讓我逼不得已 爸爸在孩子出生後 反而犧牲了與家人的陪伴 把重心放到事業上面 不外乎就是為了要成全家裡的經濟 然後保證這個家的未來 但是還是有爸爸選擇把重心放回家裡的 以選擇來講 我真的覺得還是家裡比較重要 你在那邊你在桃園你是當一個主管 但是你回來之後你是給人家管 心裡面一定有落差 你說那個叫房間嗎? 對我來說確實是放棄 但是問題是 小朋友他的成長跟童年真的只有一次啊 我已經在那一年裡面其實我已經犧牲掉了很多 我即時可以陪伴他的機會了 有小孩之後我就換了工作 我就換了一個不用到處飛的工作 我現在換了一個工作是 可以在家工作的 他會翻會爬會走 其實都是很快的事情 然後你可能一回來之後 你就錯過那些東西了 如果我沒有有小孩這件事情 我不可能去直接轉換領域 去做一個完全沒做過的事情 因為你不想要過一個很痛苦的爸爸 你還是希望可以有一些享受 那到現在時間比過去彈性很多 六日是週休的 收入也比過去多 才能夠覺得真的是比較有 餘力可以去養小孩這件事情 我都會知道他說 你如果要我去接保姆那邊 接小孩你早點跟我講 我早一點幹客人 好棒喔 因為我準時上班 可是我就是要準時下班 因為我回家要做很多事 我曾經也跟一個阿姨也是客人 我就說阿姨我要趕快下班 我回去要洗奶瓶 我要洗碗 我要晾衣服 我要幫小孩洗澡 在他們聽到的眼裡 就是也是認為你是好爸爸 都要做這些這樣 你太太跟回家都不用做事了 可是我會覺得說 你跟我太太沒有關係 因為我回去我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這個社會對媽媽的期望非常非常的高 難道對爸爸的期望就不高嗎 當我們每天在高呼 識別騙人的口號的時候呢 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 價值觀還有生活型態 都還來不及改變啊 所以媽媽就會覺得很錯啦 我跟你結婚 到底是為了要幫你生小孩 帶小孩 還是要來幫你分房貸 那爸爸也會覺得很錯亂啊 明明就是雙新家庭 但是爸爸卻扛了最大的經濟重擔 然後呢 我們女人難道會不知道我們大家每天在討論 是誰家的老公玩洗的比較好 誰家老公尿布換的比較多 誰家老公都是幫小孩洗澡的人 老公對於這些期望跟期待 到底有什麼樣的想法 他們心甘情願嗎 所以接下來我要問的是 爸爸們認為壓力來源的第一名經濟 對他們來說到底是不是一個動力 有房貸 然後育兒之類的生活費 每個月8到10萬塊的壓力 相對的也會給我動力啦 但是畢竟他還是不小的金額這樣 我們的錢的話 我會付房租跟保母的費用 固定就是把三分之一 就是都給老婆 那剩下就是我的吃飯的費用 沒生沒飯沒有沒有都沒有 基本上是小孩子學費保險 都有我這邊負責 我覺得是說 隨時都有可能會花費更大錢的時候 會有一個不安的因素 我不是說不想陪伴你們 我也超想陪伴你們 但是真的是因為 在一個這個樣的環境下 讓我逼不得已 我自己認為可能也是在做一個 我往後情人的一個鋪陳 我那時候知道自己2萬多 我就會想說給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說半年內 我就要讓我薪水能提升到多少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 明明錢那麼少 還是可以生活 那代表 也不沒有什麼事 也不高啊應該2萬多塊而已吧 哇 而且那時候除了小孩還有房貸 在之前的公司待了兩年多 將近三年吧 然後再自己創業 才有現在這個店面這樣 水店都是我啊 就是大的都是我啦 然後他只要出奶粉尿布那些就好了 你現在的房子是你買的還是你爸媽 是我媽留給我的啊 對啊其實算是 所以我跟你說我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因為 對就是因為我有一點 我有存錢加遺產啊 覺得老婆懷孕到小孩子 大概到五歲之前 或是上幼稚園之前 因為你必須少了一個 可以賺錢的另外一半 另外一個人呢 全心全意的去照顧小孩 其實對雙方來講壓力都很大 我們其實磨合非常久 才達到一個平衡點 現在我要養他們 我要給他們家 給他們好舒服一點的車坐 他就是就是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大部分家裡開家還是我身上 可是他因為他也要付小朋友 可是他薪資又沒有以前高 像保姆他賺兩萬八 他光保姆就花兩萬一咧 我太太曾經有一隻哭啊 然後就是因為 也是因為他可能自己以前工作的戶頭 裡面有一些積蓄 可是因為當了媽媽 他賺多少 他真的就是花多少 甚至會超過 所以有時候我都偶爾給他一些零用錢 因為要養小孩不可能有積蓄 真的會有 就算有積蓄 你也是買他們的保險 當爸爸你會 就是說我的壽險就會高回你 因為有貸款啊 你有房貸 你有車貸 哪天真的不小心發生什麼意外 你不可能給小孩出了社會 背了工作 你還要為了家裡的負擔 你不會覺得 你說不定他會覺得說 這是老爸欠的錢 為什麼要陪在我身上 其實每一個爸爸 都有跟我講過說 就是當他們一成為爸爸的時候 他們就突然間覺得 他不能再像以前一個人一樣的過生活了 我不是賺錢給一個人花 我是要賺錢養整個家 然後我的工作 我的什麼全部都是for family的 大家覺得自己句話聽起來沒有什麼對不對 但是我去訪媽媽的時候媽媽都不會這樣講 就是媽媽沒有這種說法 就是爸爸其實還是會有那個責任感 突然間這樣子湧上來 在目前大眾社會下的狀況應該還是比較屬於男強女弱的狀況 也就是說在結婚當下男生的經濟條件就是比女生還好 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去扛下來家裡比較大的開銷的部分 然後女生呢可能就是得放棄事業 因為像剛剛那個看著存著然後會很焦慮的那個媽媽 她其實就是在結婚後 呃 辭掉了原本比較高興的工作 然後變成是她自己還要去克服她薪水變得很低的這件事情 無論如何都還是要提到我們現在這個價值觀的框框 為什麼全職爸爸這麼少男人就一定要養家嗎 女人不能養家嗎 我老婆都是說我寧願去外面上班 你留下來顧小孩我養你都沒關係 但實際上我個人覺得上班比帶小孩一直輕鬆 顧小孩是24小時的啦 那我們上班老實講 像我現在還可以出來跟客戶吃個飯 打個屁然後繼續工作 但你說回去當然會講說我工作很辛苦 因為你會覺得你是整個家的錢都是你在出嘛 你老婆的工作這樣子你沒給她薪水耶 我老實說這也是我應該要做的 基本上我老婆也是會跟我說 男人本來就是要負責養家 本來就是負責只要負的支出啊 那我也覺得老婆都這麼做的 那我當然同意她的說法 女生一有小孩之後就必須要拋棄事業 然後小孩子必須依賴媽媽 那當然爸爸就必須扛起家計這一塊 所以你說傳統嗎 我覺得這沒辦法 因為這是生理上必須這樣做的 我也不覺得說一個人賺錢有什麼不好 因為其實像我老婆她們兩家的 她有一個姐姐她也是需要工作 才有辦法就是會去生活開銷 我知道每個家庭生活狀況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我們算是比較幸運了吧 就是有辦法一個人工作就好 然後壓力不會太大 然後兩個人一起生活 我不覺得說男生扛家是個 什麼不公平的狀況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覺得男生就是應該扛家裡吧 如果是他真的很想工作 他自己一定要出去工作 這個可能是另當別人 但是如果是他不想工作的狀況之下 然後我又非得 要他出去工作 我本來呢做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以為爸爸都會跟我哭訴說 就是經濟壓力讓他就是受不了 然後壓力真的太大了 我本來想要幫爸爸高呼說 我們一定要放棄付權主義的思維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我好迷惘 然後我覺得自己好機婆 對爸爸認為經濟是壓力來點的第一名 可是爸爸對於賺錢這件事情 一點都不會覺得委屈耶 他們比較委屈的是 女人老婆不讓他們專心賺錢 或者是 呃 為他顧小還沒辦法讓他們專心賺錢 這地方讓他們比較委屈 可是跟女生不一樣喔 女生現在已經性別意識抬頭了嘛 如果今天育兒的整個重責搭任 全部壓在媽媽 單獨壓在媽媽船上的時候 媽媽是會跟你翻臉的喔 欸但為什麼爸爸不會 喂 Why Why 我一直覺得你既然如果要結婚當爸爸 你就是要撐整個家嘛 所以我才會之前很排斥婚姻是因為 我覺得沒有錢就是不行 那你今天要養家 你沒有錢搞屁啊 所以那時候我會非常排斥任何關於結婚的言論 就是那時候我之前的女朋友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給我的感覺是我下半輩子就靠你了 內心就覺得那我一定要達到一定的目標 然後甚至一定的收入我才可能去想下一步 那但是當我遇到我現在這一任的時候 他賺他自己的錢 我賺我的錢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各自努力然後我們去達到這個目標 這種是夫妻兩個要講好 財力好有財力好的生活方式啊 在你要跟我結婚之前 其實你也大概知道我嫁的條件是什麼 如果你不接受你不會跟我結婚吧 那你一開始你就不要說要嫁給我 我結婚前是什麼狀況你我是不知道啊 如果說我們真的都沒錢 真的我們婚後我們大家做好規劃 一起努力去搭拼 真的也不是有也不會有問題啊 他也不會有這觀念 因為他的觀念也是說 女生也是可以獨立自主在他的工作上面 就是找到一片天 他現在賺的也比我多啊 所以我也覺得自卑啊 因為他現在是主管制啊 我調回來 調回來南投之後 我就是一般的社公園啊 但其實我一直洗腦我老婆就是 辭職在家帶小孩啊 但是因為他就是 不可能就是一輩子以小孩為中心 所以他也不想要就是 在家帶小孩變黃臉婆這樣子 OK 但也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就是說 目前台灣的狀況來說啊 大家想要拿這個 男強女弱的框框的人 還是比較多一點點 我覺得就要想清楚說 這是不是你自己發自那些選擇 還是你只是在做一些 符合社會期待的事情 我會希望父母在家庭裡面是開心的 如果爸爸有任何其他想法 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今天呢 一整集都在很認真很俗氣的 跟大家談錢啊 經濟啊 賺多賺少不是重點 重點是夫妻兩個人 有沒有共識 他們要組建的家庭長什麼樣子 那這部分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那今天影片到最後 間價錢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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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ствие